这大脑是人体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它对我们的思想、记忆、情绪以及所有的身体的功能都有一个控制的作用 所以它需要很大的能量来进行运作 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代谢废物 这些废物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 它就会造成神经细胞的损伤、动态大脑功能 好在我们大脑有一套精密的自我解读的机制 只要我们不破坏它 它就能够保证我们大脑的健康功能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玩好它 我是杨医生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大脑是怎么样解读的 那么这些功能如果受到破坏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怎么做才能够维护和强化 我们大脑的解读功能 今天的内容比较多 有些概念有点复杂 我尽量的简单的给大家讲清楚 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听 特别是最后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 对大家很重要 关于大脑的解读功能 我们会在今后做一个一系列的节目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麻烦订阅一下 点击一下小铃铛 你就可以错过以后的视频 那我们首先来说大脑解读的第一个重要的机制 相当于我们大脑的清洁工 这个清洁工就是我们大脑的脑淋巴系统 跟我们身体一样 大脑它也有个淋巴系统 它的功能就是把大脑里面的代谢出来的废物 通过我们的脑基业和脑血管的沟通 把这些废物冲洗出去 这个系统在我们一天24小时的某个阶段 它是最活跃的 同时这个阶段脑细胞还有很特殊的变化 这个变化对大脑的健康至关重要 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后面给大家介绍 大家一定要记住 脑淋巴系统是我们大脑解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它就相当于我们大脑的清洁工 我们大脑解读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帮手 我们把它叫做大脑的免疫卫视 它就是围胶细胞 这个围胶脂细胞 它是一个大脑里面专门常住的一个免疫细胞 它就相当于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巨石细胞一样 它们时刻在这个大脑里面巡逻 监控大脑的环境 一旦发现有损害的神经元 异常的蛋白质 外来的病原体 这个围胶细胞就会被激活 围胶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清除掉 比如在大脑受感染的时候 受闯伤的时候 或者是有毒的物质进入大脑的时候 这个围胶细胞就发挥了吞噬的作用 把这些病原体啊 损伤的神经元啊 积累的异常蛋白质啊 都给它清掉 大脑就能够恢复正常 在感染的情况下呢 它会释放粘性的因子 通过局部反应 把这个细菌或者病毒消灭掉 把这个损伤呢 修补过来 但是呢 慢性的过度的炎症反应啊 就会损伤到健康的大脑的神经细胞 导致慢性的神经炎症反应 这些神经炎症反应啊 是很多精神疾病 像郁郁症啊 焦虑症啊 多冬症啊 等等 那么还有一些神经退行性疾病 像阿尔塞姆斯病啊 巴金森综合症啊 等等 所以呢 控制这个慢性炎症啊 对我们的大脑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总而言之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大脑里面的维胶细胞 它是我们大脑的免疫保护者 它负责清除 损伤的神经元 异常的蛋白质和病原体 那么在感染的时候呢 它会启动炎症反应 修复大脑 那么过度的慢性炎症呢 会增加 神经特性疾病的风险 这第四个解读的系统啊 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抗氧化剂和抗氧化酶 它就相当于我们清除自由基的一个重要的防线 那么大脑啊 它是一个高代谢的器官 消耗大量的能量 我们说这大脑它只占4%的体重 但是消耗20%以上的能量和营养 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会消耗大量的氧气 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这个自由基积累过度啊 会导致氧化应激反应损害 神经细胞的质脂膜 蛋白质和DNA的结构 最后呢会导致细胞的死亡 所以呢大脑里面啊 它有一个抗氧化系统 通过抗氧化剂和抗氧化酶呢 把这些自由基清除掉 来防止这种氧化 应激造成的损伤 那么有哪些抗氧化酶呢 首先是骨光甘钛 其次是抗氧化物 其化酶叫SOD 关于SOD啊 我们在以后专门做一个视频 去介绍它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 另外呢就是过氧化氢酶 它们在分子水平上是协同工作的 它能够确保这个自由基呢 被快速的中和掉 不对神经细胞呢造成损害 它们当中啊 骨光甘钛啊 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强纳的抗氧化剂 它直接和自由基反应 把它们变成无害的物质 这个超氧化物 其化酶SOD呢 它能够讲最有害的超氧因离子自由基 转化为过氧化氢 而过氧化氢酶呢 进一步又把过氧化氢呢 分解成水和氧气 最后安全地排出到体内 所以这两个抗氧化剂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总而言之 我们大脑的自由基的积累过度啊 就会造成神经细胞的损伤 大脑里面的抗氧化酶系统 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啊 这个血脑屏障啊 它是大脑的一个保护屏障 它防止有害的物质进入到大脑 同时呢又把营养物质呢 从血液当中像葡萄糖氧气啊 吸收到大脑里面 还有一些毒素啊 大分子的药物 它都能够把它排除体外 所以这个血脑屏障的完整性啊 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受损害的时候 比如说有害的物质 毒素啊 感染啊 等等 那么都会引发大脑的神经损伤 那么长期的这种血脑屏障的损伤啊 它也会影响我们 对一些毒性物质的清理 增加这个神经费型性疾病的风险 所以呢 保护血脑屏障的不受损害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好 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大脑的淋巴系统 在某一个时刻是非常活跃的 那是什么时刻呢 就是在我们深睡眠的时候 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啊 我们的大脑的胶淋巴系统啊 就会被激活 那么激活以后呢 它就清除大脑的代谢物里面 比如说像β淀粉样蛋白和Θ蛋白 这两个呢 都是造成早老性痴呆 也就是阿尔蔡穆斯病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深睡眠的时候呢 大脑的胶脂淋巴细胞系统呢 就会被激活 把他们彻底的清除掉 这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睡眠不足 睡眠的质量比较差 特别晚睡觉 都会减少我们深度睡眠的时间 也就会损害我们大脑的排毒功能 所以啊对那些晚睡的朋友 少睡觉的朋友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这样做非常有害 就是因为它损害了我们大脑的排毒的功能 我们怎么做才能让大脑的解读功能呢 处在最好的状态 那当然首先啊 就是要改善睡眠 保证睡眠的质量 有规律的足夕时间啊 在11点钟以前入睡 保证在睡前一个小时不用电子设备 营造一个非常好的舒适的睡眠环境啊 另外呢就是 吃这个富含氧化剂的饮食啊 相比是蔬菜啊水果坚果 都可以帮助对抗自由基 减少氧化硬迪对大脑的伤害 这里面呢的维生素C啊E啊 像蓝莓中的多酚啊 坚果中的这个Omega3啊 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强氧化剂 当然大家可能还记得 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抗氧化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的氢气 大家可以参与我们以前的视频 还有就是十度的有氧运动 打球慢跑 它们都能增加血液流动 给大脑供氧 排除这些代谢的废物 最重要的是 定期的运动啊 它就能激活大脑里面的淋巴系统 提高它清除废物的效率 改善认知功能 特别是清除那个Beta淀粉酶和淘蛋白 这两个呢都是造成 老老性痴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当然还要避免抽烟喝酒 暴露在一个空气污染的环境当中 或有害化学物质的这个环境当中 它们都会对血脑屏障和神经元造成损伤 特别是烟草和酒精当中的有害物质 它能够增加这个自由基的产生 加剧我们大脑的这个氧化应急 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另外呢就是精神压力 精神压力会造成大脑中的皮脂醇水分增高 它也会干扰大脑的清除废物的功能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通过放松的训练 冰箱打坐 深呼吸等等 来降低精神压力 促进我们大脑的自我修复和解读过程 所以总而言之啊 我们平时的老生常谈 健康饮食 有氧运动 呼吸烟不喝酒 管理精神压力等等 听起来呢 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它背后的科学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常识性的这个保健措施啊 实际上是非常坚实的科学基础 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 我们希望大家对大脑的解读功能啊 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而且呢通过良好的睡眠 健康的饮食和比较积极的生活方式 来促进大脑的解读功能 预防呢 退行性疾病的发生 所以呢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都采取奇迹的行动 来支持我们大脑的健康 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 体验和高见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 也请大家点赞转发和订阅 管理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